这个边缘呢其实去抢一波顺位的话位置还可以 就看两个就在这边的选择了 巨幅这边先行出手放倒了妹妹 摩托塔比尔的一个方向啊 也是两个 看到了这个锅点 小杨给了信息了 近点来人 能不能把这个大锅点给卡住 喊对我过来支援 想走啊 这不要被扫车的 上面有key啊 快快快兄弟们 我们之前好像前半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我第一次解释到这个后面场的比赛 我们看到这边i7好像是出现了点车祸 上山的 火M也在粉彩 看到人已经见马鹏了 204车卡住了 抽了抽找找感觉 但是这个位置对于架起选手来说 考验是非常的大的 打中了一枪 这一侧的话一个思学 但是玉玉的一个即使骨灯箱 选魔直接给放倒 577刚刚也是开车直接离开了 这一波分踩确实 也没问题想给到北部更多的压力 而且高点也被完全地刷出去了 确实是能踩 忍住就行 只有MCG可以养手感 火M这边只能往回绕 这个豪宗权这次已经不在圈里 这一波近年的一个 这家GADV放倒了您 但是17的点位更高 放倒了GADV 两名队友及时的赶过来支援 直接在篮圈边的高点进行加枪 东西拍到了近点直交去移 被打成了大餐 黑猪这个点对富M来说太致命了 这个富M放了大量的夜色墙 掩护小鹿 回来但是这一侧黑猪可以完成收割吗 楼宗权的出手 这一波太关键了 黑猪倒地加成为霉了 这两枪准 这两枪解决了 证明还能继续打 是的 能有换分机会 这个地方人确实太多了 RBS也过来了 包括悟空 这次人真的太多了 RBS对悟空出手 我们看到富M这一侧先把 哎呦 龙特尔也倒了 这个被打残之后蓝圈的收割 不要跡身最后一个 被发现了位置 至少是把这个分给换下来了 随便掐几分就够了 是的 这波圈架想的挺明白的 但来了没打好啊 外面挺可怜的 因为它是二圈 就一圈中心点 所以说一圈圈运都是虚假的圈印 只有这个后续切 就要看能不能给 哇这个雷 好致命没了 完蛋 是的 好准的一颗雷直接塞到脚下 但是自己怎么走呢 右上角星星就蹦出来了 还是回大仓吧 大仓没人 整挺好 呃有很多人在往小鹿给美两人去开 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去抽 FY都来了 这个坑 刚才大仓山上打架 所以东边但是能趴的 直接找厕所 这排队上厕所啊 人太多了 正门刚好是被好几个房曲弄都架得到的 好惨 爱琪的点位舒服了 它倒是大力出奇 一个大的一个平坡的一个地形 全面队伍其实没有什么往前在顶的空间了 就I7跟GFY是最后一波了 就看其他队伍在这个全面会坏的一个情况 GFY 我看一下这边有204巨斧 还有XCG 这波DDT577被堆倒了 是I7把它堆倒的 而且考虑到那么多的一个因素 从上帝是要来看 对 这件事情交给MCG做吧 XCG估计很适合了 204卡住一条反驳 巨斧也不能往前走 又看到了后面的MCG 我204打得好勇啊 他是抱着这种圈边队伍的分数 我全都要的心态 完全的无差别攻击啊 给了很多这个火力的压值 但位置来看确实 他虽然离这个蓝圈最近 但是这边的一个反驳 确实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MCG这一侧 小鹏啊被打倒了 打完这一波 204也很难 后面再打了 这么样 57旁边 RBS也参与到其中了 今年的可乐没有办法清了 61在远点架枪 这个一把栓去了 可乐这个点还是比较好排的 而旁边的悟空 悟空被发现了 南少一个石头后面 还被混了一枪烟 65点血 看了看摩托 知道了人就在石头后 一拉出来轻松轻掉 RBS已经获得六个淘汰了 好坑里面的战斗也打完了 最终DDT获胜 而DDT也没有什么竞争的角度了 RBS要前推降路gaming 204想得很清楚了 两方护人闪 拉过来了 地形来看204更好一点 但小武帝先进出方倒了一个 巨幅击倒人上不来啊 背后MCG乱瞅 巨幅想很难受 MCG下去了 还被闪了 其实拖了很长的时间了已经 对了现在巨幅能接驾了啊 MCG打架了 哦这个 好顶啊这两个人 2014踩在这个山头上 居然倒了两个 有来有回打车轮战 哦一丝绝 踢倒了 嗯 这个是来自 KRG的枪线啊 把小羊给烧下了 KRG接了一波MCG接完了 哎呦这不仅要打DT 还要打强路gaming RBS好难啊 DT是在圈面卡着他们的 RBS只能靠枪了 小虎正面已经先放到一个 能不能再往里面去冲 能踩到圈内吗 DT倒三人了 正面突破完全是正面突破 RBS这不好强 哇这真的能挥进来的 对我说嘛原来鱼人有AWM呀 小虎给米也要过来 劝一波架分一杯羹 反偷一波加 有这个想法啊 非常灵性的一波指挥 知道DT的人是很少的 直接进来了 一把污渍够打几个人呢 协同别太出问题 这污渍的子弹是不够的 啊被远给人家抽了一个 直接起烟 过点要打残 这一把污渍真的不够 反应很快啊 对我幸好这个补枪及时 那RBS知道 防区里的信息了 这一侧有比较多的导人信息 对于刚刚FCG来说 可能四个人的防守会比较舒适 但是这次刚把人拉起来一个 还是一个没有打好血量的一个状态 发现余人了 新的步兵团到位了啊 这RBS好凶啊 这一人打一个什么意思啊 我直接拉出啊 打得好勇啊 啊 推完了 快点个吊子给团出来了 我的天哪 RBS一局枪太烫了 全员都很烫 我真的感觉RBS从三圈开始 它是抱着了圈边换分 然后保持了三圈边 就被你推出来了 还开始干拉了 这往第一趴 不是下自己吗 这个这个大股地 玩不了了啊 烂人一脚能不能踩到了圈中心 但是RBS这边没有载具吧 Monster好像是开了辆车过来 想找一下队友 但是这个烟线里的两个人 全部都倒了呀 RBS能打到这里 有车就还有机会 已经很厉害了 是 真的 他能打到这里 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这局打得非常的灵性 Payro这场呢 圈很好 但唯一问题是拿不掉头 好像 对的 这个房圈是很难获取 一点 别犹豫了 只要把这个反驳给顶住 KRT那这边的话 如果有车一脚油门往前顶一下 还行啊 扎了一般的血量 再补一颗 有了 这个雷直接将Monster带走啊 你给他带来一分的这个淘汰 看来小明已经打一个了啊 正面还要进攻厕所 马云终一颗雷 从头把厕所清掉次打 问题应该不大吧 小组就开始干拉了 没什么问题 出台雷克雷 挂到了马哥 哎卡在厕所后的一个角度 恭喜Payro 11个淘汰 这个房西能打11个淘汰 挺好 这个最后这个画面太快了 已经没有来得及 切到那个打人的那个身上 你才能打通过 Earn 这回合筹 这回合筹 我还没听到